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宣观众案论》当中再讲 夹行道有二十种不退转向 剑道有十六种不退转向 接下来讲修行道有八种不退转向 那么修行道前面分整个修行道的本体 还有修行道的分类 对修行道相关的一些辩论 就是辩论前面讲到关于有十种对大乘的 相关的一些菩提相方面的辩论 这个已经解到了 今天接着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 十数间的刹那间不可能得到修道的辩知智慧 从这方面来进行辩论 也是有十种或者其他的宗派对大乘佛教的辩论 出行证菩提非离也非后 有等于道理先把神发心 颂词当中就这样讲的 出行证菩提这是非离的 以前也是非离的以后也是非离的 这是对方的观点这两句 然后后面用等的比喻来说这个道理 有八种甚深道这是我们的回答 意思是什么说呢 由十种为主的很多其他观点的人就这样说的 他们说 从四数法当中讲 你们认为是修道 修道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 也就是说二地到十地之间 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 应该有一些证悟和境界 尤其是从第一地菩萨证悟菩提的刹那开始 一直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而资粮道的第一个刹那开始 那么已经获得了入道者的境界 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他们通过观察 在四数当中这是不合理的 他用时间来进行推理 那时间来怎么推理呢 因为我们要证悟一刹那的菩提 而且这种证悟从修行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坚持下来 那这样的话到底这个是怎么来的 尤其是这样的证悟 因为世间当中 四数当中的一切万法 不管是我们的智慧还是外在的世界 实际上它是刹那刹那变化的 那刹那变化的话前面的刹那 它生起来了以后马上就灭了 那灭完了以后这个刹那的本体就没有了 而后面这个法的刹那还没有产生 然后前面的刹那和后面的刹那 这两个刹那或者中间现在的刹那 这样的三种时间集聚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样一来 比如说我们说 漫长的时间当中 加生到之间一直有很多证悟 一地菩萨的时候的证悟 之前的智慧 刹那刹那它已经灭完了 后面的也没有产生 而且这三个聚合也是不可能的 那这样一来 刚开始出发心的真的菩提 所以如果它前刹那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也并不是一个刹那法 而且后面的很多刹那没有产生 如果你说这个是后刹那 那前刹那已经灭完了 后刹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这样一来 实际上你们所谓的菩提也是不合理的 其中我们颂词当中有一个译字 它表示不但是前面的刹那不合理 而且后面的刹那不合理 更重要的是 前后的几个刹那集聚在一起的情况 这三种也不可能存在 所以对方应该这样来 进行对我们辩驳 那么这是我们没有学过 甚深的 相关专论为主的般若法门的话 可能很难回答 这是比较深的一个回答 但是我们学过了这种观点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进行对它回答 怎么样回答呢 我们可以说 就是一切万法 如果用深一地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不仅仅是我们修道的菩提 这样不成立 而且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用刹那来观察 这也是不成立的 包括我今年多少岁 那今年多少岁的话 前面的一岁一岁 实际上这也是有很多的世间组成的 而这个每一个世间 也有刹那组成的 那么每一个刹那前面没完了 后面没有产生 那这样的话 我一岁的概念 只是名称上可以说 实际上就是不成立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从这里到去拉萨 去拉萨 你看拉萨瓦都走了 刚才来了很多拉萨瓦 然后他们听听听听不懂 就生生八法就走了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到去拉萨 去拉萨的话 那么一步一步地走 一步一步地走的话 如果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时候 我要走路一步一步 最后有倒拉萨的概念 但是如果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那么第一步不可能倒的 第一步不可能倒的 第二步的话 我们可以算是第一步算的时候 因为第一步马上就已经灭完了 不可能一步来倒拉萨的 然后第二步就没有产生 所以第一步的时候 二步还没有产生 而有了二步的时候 第一步已经灭完了 那到最后倒拉萨的时候 你前面所发过的每一步都不可能存在的 全部都已经灭完了 那如果用真正的智慧来观察 我到底是怎么样倒拉萨的呢 几个步法不可能聚集在一起 每一个层次上的时候都已经灭完了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法 如果用这样的详细来观察的时候 的确也是得不到的 但是在明眼的缘起当中 未经观察的世俗加力当中 那还是可以存在的 就像这里讲由灯鱼来倒 比如说这个灯 在世俗当中的灯火 一刹那间它可以产生的 但是一刹那的灯能不能烧进它的灯心 所有的油全部都烧完了 也不可能的 一刹那也不可能的 但是一刹那就马上灭完了 第二刹那还没有产生的 那这样的话 第二刹那能不能呢 第二刹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第一刹那已经灭完了 第二刹那它自己也不可能 那第一刹那的灯和二刹那的灯火 这两个集聚在一起 不可能的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不可能的 集聚也是没有的 为生的灯 也是不能灭尽 油和灯心 然后过去的灯火也不能 那这样我们用真正的生意地 来观察的时候 啊 灯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在三世当中也是 没有办法烧尽它的灯心和油 没办法的 过去则也不行的 现在则也不行的 未来则也不行的 那这样的 除了这三个刹那以外 另外的一种灯火 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不了的 那这样之后 到底这个火怎么会能烧尽 它灯的油 怎么会呢 那就可能任何一个智慧 他也没办法对它进行回答 但是在缘起当中 无期的也是存在的 不仅仅是灯火的比喻 还有种子产生妙牙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这样观察 你前面的没有灭 不可能产生妙牙 因为常有的种子 不可能产生常有的果 而灭完了以后 你已经变成无始法了 如果无始的法 能产生妙牙的话 那世女的儿子 也是可以产生一切万法了 有这个果实 那用一律观察的时候 好像这个因果怎么样 种子生涯的概念也不可能的 但是虽然它在一律观察的时候 不常理的前提下 它明明有因果关系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佛教的甚深缘起 这种甚深缘起的确是 在其他的很多学者也好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人们成为具有大智慧的这些人 的确也是没办法描述 我自己都是特别感恩传承上师 尤其是藏传佛教当中 很多很多大德 口口相传的教言一直传下来 虽然有这么殊胜的道理 如果没有我们曾经去移植 没有亲自在一些上师面前听的话呢 也许他们特别多的那些作品 特别珍贵的这些书籍已经堆如山一样存在 但是我们可能依靠自己的理念来 从中挖掘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是知道了 现在世界的真相虽然他是假的 因为他假 我们可以称之为世俗敌 为什么叫世俗敌呢 我们观察的时候 什么都是不成立的 包括我们特别执着的 所谓的我也是不成立的 跟我们现在的如梦如幻当中 所谓的我也不成立 但是不成立的情况下 他还是在名言当中 你还没有完全证悟 等性无二的境界之前 他是无期存在的 这个道理特别的甚深 所以在真实义当中 如果说你们查了证悟的修道不成立 因为一切都是查了心谷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这样回答 你说的是生意的当中 还是世俗敌当中 如果你世俗敌当中说 这种菩提的证悟不成立 我们可以承许 生意当中确实连证悟菩提 这样的道理也是没有的 但如果你世俗当中 我们求说不变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生意当中不成立 实际上不一定 世俗当中也不成立 就像灯火烧尽油的情况 那生意当中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观察 并不是佛教有这种说法 我们每一个人 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那你通过用恰恰的推理方法 来观察的时候 你这个灯火怎么会烧尽 所有的一盏灯的油全部灭了 这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观察 也是得不到一个很满意的语言 或者是文字的道理 但是他的确也是通过燃灯发现了 你看我们经堂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灯都有了 等一会儿讲完了课以后 他们那些老菩萨 拿一个大大的水桶一样的东西 有些人比较干净的毛巾 有些人比较脏脏的毛巾拿来 他们就开始拼命地查灯器 如果他没有烧的话 那上课的时候的灯火 等一会儿下完课的时候 也不会烧尽 但是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眼睛可以亲自看得到的 所以说这是无欺的因果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世俗当中很甚深的一个道理 因此我们这里会讲到 八种甚深法来说明这个道理 因为八种甚深道理 实际上是修道当中的不退转相 就是任何一个菩萨 他通过具足了八种不退转相 或者说八种不退转相当中的 一个具足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以此推理 他就是修道的菩萨 下面可以这么讲 下面就是讲八种不退转相 就是法相 想法之舍异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生灭欲正弱 所知即能知 真心并无二 瞧遍皆甚甚 这个教证很重要 如果你们不能全部背诵 显观庄连颂词的道友也是 这个颂词应该很容易背的 因为这里面一直大乘的 菩萨的甚深境界包括在当中 而且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了解大乘的时候 对大乘的教义经常产生怀疑 甚至邪见 抛弃有这个危险性 因为我们凡夫人 什么都会有些不好的 很多事情都会做的 所以如果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对八种甚深法 有个不可吹灭的定解的话 那在自己的修道会非常圆满 我们刚才讲了 修道菩萨具有八种不同的不退转相 那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八种不退转相呢 因为这些菩萨 他在入定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证悟了智慧和方便 无二无别的 生生一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境界 以这个力量 他在出定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这些生和灭也好 或者一些行为 见解 这些都是完全懂得了 八种甚深法 他懂得八种甚深法的时候 他对所有的这些 一般我们凡夫人 世俗人 没有得到不退转相的这些人 无法接受的 无法了解的这些道理 他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他在出定的 具有这种相的道理可以推测 他就是说 修道菩萨 我们可以这样推 那这个八种不退转相呢 实际上八种不退转相也可以讲 也可以叫做 大乘的八种甚深法 麦彭仁波切在《智者入门》当中 都讲得比较清楚 比这个《诵讲义》里面讲得比较广 《智者入门》当中讲得广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怎么样解释的 首先他八种甚深法当中 第一个叫做甚深深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什么呢 所讲到的 别人给我们提出问题 你们产生菩提是不合理的 产生菩提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刹那不可能产生 后刹那不可能产生 在山中刹那几句也不可能的 那这样你们 出现菩提是哪里有的 然后我们说 这个用灯火来比喻的 那这个时候 直接印出来所谓的产生 所谓的这些产生 在生意当中 一般的世间人来讲 他觉得要么是生 要么是不生 生和不生之间有一定的矛盾 产生的话 他不是不生 如果不生的话 他会产生 他们两个之间 肯定是有相反的关系 我们会这样认为的 我们会这样认为的 但是在证悟了 甚深境界的这些菩萨来讲 他们会说 不一定的 他就远离了一种争孙 为什么呢 因为在生意当中 他没有产生 他没有产生 因此他就远离了这种瞬间 而在世俗当中 具有产生 所以远离了争议 也可以这么讲 那这样一来 具有甚深证悟的这些菩萨来讲 他就完全知道 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 一刹那也是没有产生过 包括我 包括你 所有世间的一些万法 都没有产生过 虽然生意当中没有产生 但是在如梦如幻的世俗当中 实际上是可以产生 一切万法 我们是随着圣者菩萨的境界 来观察的时候 没有自生 没有他生 没有共生 没有无因生 或者说 用利益多因来观察产生 或者有金刚现音 金刚现音是刚才我们前面的 或者有无生音等 有很多观察生意的这些中观的 不共因来 进行推测的时候的确也是万法的 不是我们光是想象而已 不是光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的确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说 这是生方面的甚深 我们一般很多人认为这是矛盾的 但是作为具有甚深 见解的菩萨来讲 他觉得不矛盾 这是第一个甚深 第二个甚深是什么呢 一切万法在灭和不灭 在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觉得是香味的 他已经没有了 灭完了的话 那不可能是不灭的 如果他不灭的话 不可能灭完了 所以灭和不灭 也完全是一种香味的法 但实际上真正证悟了 深深境界的这些菩萨来讲 他也是完全跟前面一样的 一切万法在世俗当中 他是不灭的 因为世俗当中有灭的 因为第二刹那以后 他不会住的 任何一个法马上就灭了 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世俗当中的灭 应该是存在的 而在深意当中 因为这个法的本体 不可能存在的原因 它没有什么灭的概念 在深意当中哪有灭的 没有什么灭的 因此这两则是不会香味的 这是第二种神圣 也叫做灭神圣 第三种神圣 我们刚才讲的正乳 作为一些小乘 其他他已经通到正乳灭经顶的时候 他一直安住于这样的境界当中 而作为菩萨的话 他通过长期积累资粮 然后尽情修学之后 最后能证悟 甚深地证入智慧 但是他不可能像声闻缘觉一样 一直处于一种寂灭的状态当中 他不可能现前 因为他的大悲心非常强烈 因此他始终住在轮回当中 利益众生 他不可能住于一个寂灭的灯 他不现前他的灭经正乳的智慧 这就是大乘不共的正乳甚深 正乳甚深 所以一般大乘的菩萨 他不可能入于一种特别快乐的境界当中 有些道友可能修行很精进 最后自己获得了一种禅定 获得了一种特别身心寂静的时候 不去度众生 啊 我现在的这种境界 蛮好的 害怕出去 但是真正具有菩提心的这些菩萨 他虽然安住这种境界 应该是很快乐的 没有什么烦恼的 但是这种境界 没有传递给有言众生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损失 因此他不会现前一种自己的寂灭 应该是以大悲心 住于世间 这也是大乘菩萨的正乳甚深 然后第四个甚深就是说 所知甚深 也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布施 持戒 六波罗蜜多 所知万法 实际上是生意当中 这些都是得不到的 啊 布施就是能布施 所布施 或者布施的方法 这么观察也是得不到的 但是在世俗当中的确也是 我们不但是布施 持戒等 鲁布罗蜜多为主的一切万法 还有我们所学习 所行持 所修学 所闻思 这些一切包罗蜒相的法都是存在的 这一点也是一般的人 他就接受不了 哦 生意当中一切法不存在 就那么不存在 要存在的话 生意世俗当中也是都要存在 有矛盾的 但是作为证悟 甚深境界的菩萨来讲 他知道凡是我们所学对境的 一切布施为主的一切万法 虽然生意当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世俗当中还是都存在的 所以他不会放弃布施 放弃持戒 所有的这些所知对境 不会舍弃的 这就是所知甚深 第五个叫做能知甚深 也就是他的智慧甚深 能知甚深实际上是 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从生意当中来看 因为所证悟的智慧根本没有什么得 能知的 也就是说有精的智慧 没办法得到的 没办法得到的 也没有什么可见到的 证悟法界 证悟 这些都是没有的 在生意当中 菩萨证悟 佛证悟 这样都是在生意当中没有的 但是世俗当中的确也是能知的智慧 是有的 我们刚开始不懂佛力 慢慢慢慢懂得了佛力 你刚开始来到佛学院 或者加入佛教团体的时候 你连什么叫做皈依都不知道 那到最后 过了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之后 不但是你自己懂了 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去 开始转发论 转发论也是说明在世俗当中 能知的智慧是存在的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智慧 这些境界是有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 没有什么可见的 因此我们经常在《顶界报道论》里面 莫姚通通 但彼顿 通通修士玛龙 未见就是最殊胜的见 所见不偏多 也有这样的 没有见到 实际上是最殊胜的见 一般凡夫人认为 太不可能的 矛盾 没有见到 怎么会是见到殊胜的 那是不是盲人 也是最殊胜的见啊 他们经常一些 摇文教子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没有见到 他也有所见 生意当中都没有见到 世俗当中确实有证悟 这叫做能知殊胜 也就是能知甚深 这是第五个甚深 第六个 行为甚深 行为甚深也是同样的 我们从六多万行到佛教当中的 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的行为也好 或者说一切善行也好 那么这些行为 在生意当中没有什么可行的 在佛教的一些密续当中 经常也是讲到 比如说见解 修行 贪嗔 受誓言 包括受戒律 这些什么都没有什么可行持的 没有什么行持的 但是在世俗当中的确也是有的 吃戒 受八观摘戒 还有所有的这些行为 佛教的这些行为 都一层一层的存在 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堕入偏短 也可以说堕入极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么觉得 一切都是空性的 什么都不需要去执着 一切都是空性的 这样认为的 要么一切都是在这方面去执着 不知道他的本体是空性的 所以说他完全是 在他的行为上有矛盾的情况 但已经证悟了 深深境界的菩萨来讲 这些都是不但是不矛盾的 而且 因为生意当中无法行持的道理 根本不会障碍 我们世俗当中的一切行为 世俗当中的一切 心诸诸诺的行善端 都不会放弃的 这也是叫做行为甚深 我觉得八种甚深 我们当然不退床向的 修道来讲也很重要的 但是尤其是我们很多人 不懂耳地的佛友 很多人在行为上也好 修行上也好 见解上也好 他的知识学习 很多方面我们经常不懂这些 我看到有些学了很多很多年的道友 没有进步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堪布 到一个地方去 也说 好几堂课都是全部批评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二十年前去那个地方 连现在加行的还没有修完 当时在法王面前 也得过很多法 但现在也是这样的 后来好像几堂课都是 给他们做批评 我说 一样的 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 也给他们同样的观点 我也说了 你们这么多年以来没有进步 自己认为自己很好的 我在修空心 那修空心不用修加行 就很好 我要安住在我的境界 很多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时候 的确也是 不管你这个地方也好 国家也好 再怎么样 从其他方面很优秀 很显进 但是有些修行上不显进的话 修行上没有进步的话 也是可能在墨西程度上是一种堕落 我们现在修行人的确在法力上 要懂得这些之后 才知道 原来修行只有这么一回事 并不是别人 不懂佛力的人所说的那样 要么一切万法都是不空的 整天都是要么念阿弥陀佛 做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管再歇 要么每天都是进禅 说个空心 其实说空心 成就这些 我们一番风顺的时候 很多人很会说 但是我们希望 一番风顺的时候 你不要说话说得太大了 也不要认为自己是成就者 遇到挫折的时候 也不要太自己低估自己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信心 变成普通人 这样也不好的 平时人身体也健康 没有遇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好像你自己也认为 自己有一定的修行经历 一旦遇到你家人死了 或者你自己身上发现一些 甚至有些人 稍微批评一下你也是 啊 你怎么侮辱我的人格啊 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 我觉得人格是没办法侮辱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 很多年轻人和有些人呢 因为你从小都是在一些新闻媒体 包括有些不太合理的电视和电影 这样的文化当中成长 这样成长以后 你在这些里面经常讲 别人说你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的时候 这个电视电影里面经常演 哦 你侮辱我的人格 侮辱我的人格的时候 我要选择什么 要么我自杀 要么我离开你 要么我要受最坏坏的一个决定 这个逐渐逐渐变成了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了 很多人生活的时候 现在甚至有些出家人 有些出家人 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出家人说 这个人侮辱我的人格 我当时这个事情就考虑了很长时间 这个侮辱是 怎么人格可以侮辱呢 再怎么样也是 别人说什么话 那这样你可能入一个 像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辩论场所 可能没办法 因为你一进去的时候 也许可能有一些词侮辱你 那这样你就没办法辩论了 所以有时候 现在我看有些家庭 有些大学生 孩子 他们心特别脆弱 很可怜的 说一句话就承受不了 马上前一段时间 也是有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 也是另外一个老师 开始吵架 吵架的时候有另一个老师 说得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说得比较严重 这个老师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慢慢发毒 最后倒下来了 之后有些老师马上把他 接到医生那里去 另外一个老师还在骂他 还骂他的时候 另外一个老师说 人家都是已经生命危险了 你还说他啊 为什么他辩承生命危险呢 因为他承受不了别人的词 别人不知道 我也没有了解 别人到底说了什么 但肯定也没有说什么吧 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可能就说一些 但这个话为什么往往都是 不但进入他的耳根里面 而且进入他的心脏 最后整个身体就已经翻译了 倒在地上 现在很多汉地 有些事情一听到之后 有些出家人 听说我的孩子出家了以后 他觉得完了 父母经常带到医院里面去 就这样的 然后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经常把家人到医院里面去 这是一个电影和电视弄出来的 实际上是不需要 家里发生了一个事情 马上他生病 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 真的很多生活 现在很多虚假的文化 已经变成了我们真实的一些文化 非常可怜 这就是懂得了行闻甚深的话 不会有这些现象 第七个是什么呢 第七个就是说无二甚深 无二甚深实际上是 我们在世俗当中可以修行 获得了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之间的智慧 修成无二的智慧 但是在生意当中 没有什么可修的 能修和所修 获得的成就的智慧 这些都是没有的 无二无别的 所修和能修都没有什么二字 这是讲到第七种甚深 无二甚深 然后第八个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甚深 叫做三巧方便甚深 那么三巧方便甚深 世俗当中确实是通过很长时间的积累资粮 然后可以现前成就 但是在世俗生意当中 那么福德资粮也没有 智慧资粮也是没有的 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的 所以这两者会不会矛盾呢 不会矛盾的 这就是智慧和方便结合的 也就是说 他在究竟的意义上面 所有的这些资粮 这些涅槃都没有的 而在世俗当中 这也是无需的存在 这样的这种三巧方便甚深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刚才也讲了 有些人一讲到空性的时候 可能一切都是空的了 世俗的积累资粮都没有去做 而有些一直重视世俗的积累资粮 而对空性方面都没有 所以这两者 一种三巧方便 也就是说三巧殊胜 虽然在生意当中 修道和修行 包括我们所作的利益众生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是没有的 但世俗当中的确是有的 因为生意当中不存在 不去度化众生 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虽然我们现在讲中观 讲六周谈经 讲空性 讲空性的时候 我也在讲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稍微也进入一些 这样的空性的状态 觉得是很好的的确从道理上讲 就是如此 这样讲 但是你完了以后 我们在所有的工作当中 尽量地去利益众生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的 基本的一种行为 这样才能真正现实一个 大乘佛子的风范吧 否则我们可能一切都是空性的 以空性的名义来 什么现在最好的有些机会 因缘 这些都是不去抓 要么我们说是 现在世俗当中的这些很重要的 对甚深的空性法方面 都一直放弃的话不行的 因此确实是 有一种三巧方便的甚深 但是这样的甚深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甚者 或者说我们后学者 有个别人可以了解的 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了解的 所有的人如果能了解 那就他不是这个甚深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座的 在以后有限的生命当中 还是尽量做无限的一些有功德的事 当时好像昨前天吧 有一个南方人物周刊 这上面他们有一个采访 后面写的是上师下山 刚开始的时候 怎么我下山 我还是在山上 不是下山 后来我想 哦 这个缘起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几年以来 实际上我在这里带来三十年 但是我还是想 在我们的思想和有些行为 不是在山里面 应该还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 尤其是在一些红尘当中 大家应该可以这种精神去弘扬 后来我观察了一下缘起 觉得缘起各方面应该是很好的 很好的 其实采访有一个记者 原来跟宗善仁波切 跟他采访的叫伊犁金 他刚好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第一次来藏地 后来一直天天跟我采访 有时候我就有点烦 有点忙 因为他确实问的问题 很有深度的 他不仅是问我们一些宗教认识 他整个跟中国特别有影响力的所谓的明星 导演 基本上都采访了很多 也编了很多书 我看过一些还是很有深度的 但是他问了 前后大概 好像他前后从藏地这边转程来过四次 然后我这边有时候约一个小时 有时候约两个小时 然后在汉地上 香港 成都 北京 还有其他地方 也前后可能有三四次吧 三四次 总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说是好像现在丽承文字有十多万吧 接近二十万左右 其中这次《南方人物主刊》当中都是直选了 大概可能一万多字还是这么的 但是我从他们的一些问题当中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 也说出了一些我对藏传佛教的一些了解 有些是藏文化的一些了解 还有原来去德国的时候 马普研究所也有一个老师 他也是跟我问了很多问题 他问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声度 但是他的文字一直没有什么出来的 一直没有的 刚才《南方人物主刊》的这个 还是在不同的一些场合当中也出现了一切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人通过一些范文 体温 这样之后能体现自己平时关心的有些问题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我想你们方便的时候不看也可以 我并不是跟你们打广告的 但实际上我在想 我的有些通过缘起也好 通过有些道理 我特别希望藏传佛教和藏文化很多人想了解 比如说我自己是个非常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自己在藏地从小都是学习 这样之后在我的肚子里 可能跟其他藏地的一些出家人和学者一样 还是有一点藏文化和藏佛教的一些知识 正因为是这样 可能很多人来藏地了解 跟藏地的一些生人 藏地的一些学者特别有感兴趣的原因 就是现在如今在藏地这个地方 的确也是保存了一些特别珍贵的文化 这几天我们学院里面经常看到 很多人拿着大大的照相机到处都拍 就是拍 凡是穿红衣服的都在拍 然后我就经常想 穿红衣服的外面的现象也是 你拍下来都是更好的 但是红衣服的里面 如果内心的有些智慧和悲心如果拍下来 你自己用上的话 可能更精彩 但是很多人好像并没有 有些是歪了 今天好像来得比较少 前一段时间无疑的时候 来得比较多 但是全是拍外景的 不是拍内的 大多数都是来到学院以后说 哦 好震撼啊 然后就飘飘飘 然后很多有些拿一些破手机来 飘飘飘飘 飘了好多好多次 但实际上真的藏地不一定人人都有这个 但确实在寺院里面 有一些有学士藏文化的修行 藏传佛教的有些修行 如今特别烦乱 特别迷茫的时代来讲 这种智慧和悲心 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药 这不仅是今生当中有用的 乃至生生世世有用的 这一点并不是 我们就跟大家说 藏地的文化如何 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可以说 若人应损 凌乱自知 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藏传佛教的时候 自己在生活当中 包括对感情 对财富 对事业 对名声 对所有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态度 但后来学习了一部分 了解了一部分之后 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和转变 自己就可以明显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真正的求证力 求证力的话 我特别希望很多人的确不是形象上 表面上 我要学佛 我要了解 真正自己花一点时间和花一点精力 然后先听闻一些 大乘佛法为主的这些传承的教言 然后自己再去 进行思维和笑话 最后自己也真正是作人 我遇到有些发心人员 包括像成都和南方的一些人 他们经常说 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话 的确是自己觉得 特别特别可怜的 他这种话是发自内心的 并不是为了应付 或者是为了表面什么 所以我们特别 希望大家应该懂得 一个善巧方面的 生意当中不存在 世俗当中存在的这么一个道理 不是光是文字上这样看到就可以 自己再三地去思维 我最近看到我们学院当中的很多道友 包括在一些自己讲考 自己演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 他们懂得这一点 心里很高兴 心里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如果真正懂得的话 那这种智慧是不会丢失的 在临死之前还可以把这个知识 传递给身边的人 即使你没有能传的机会 我们这里可能因为 汉地跟藏地不同的 有些整个讲经说法 热情在这方面 虽然人很多 精神很贫乏 可是真正想求的人 跟这个传统和规矩 以前都是并没有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原因 我都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里有很多法师 特别了不起地出去的时候得不到眷属 就像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 麦德加纳格德一样的 麦德加纳格德来到藏地的时候 她的母亲转生到孤独地狱 来这里超度 结果来到藏地的时候 她的繁衣已经死了 然后她自己 母亲应该已经超度好了 之后她可能没有回去 没有回去的时候 当时藏地也是经常侮辱她 她有时候去放牛 有时候帮别人抹藏霸 抹藏霸的时候 因为特别累 抹的时候有时候 她慢慢慢慢打瞌 自己的头开始碰到石头上面 那个主人开始打她 你不要把头打烂我们的石头 那个默契 然后她写一个诗 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不是引用吗 说是这个月亮是很好的 真正的月亮不去求月光 水里的月光 很多人在求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印度很好的上师 但是不求他那佛法 还有很多一些家上师那里求 但是这个没有人翻译 后来不知道 说是从伪赃那边 他就跑到康区这边来了 康区这边是哪里圆寂的 这些都不知道 当时我们藏地也是 刚开始后红期的时候 对佛教也是很不重视 或者是这么大德的 后来阿底下尊者来的时候 他就特别伤心 说是印度 东方和西方都是没有像我的上师 密德加纳那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可是你们藏地没有在他面前求法 太可惜了 他一边流泪 一边合掌 最后密德加纳也是 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弟子 自己也是最后好像在康区那里圆寂了 没有一个确切的历史记载 我们很多有些道友 平时在这里讲课 这个时候好像很不错 但是以后回到汉地的时候 也跟密德加纳一样 别人可能侮辱你的人格 有可能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懂到八种甚深的时候 都知道 这个世间都会这样的 即使侮辱的话 也不会自己那么痛苦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什么呢 讲到八种不退转向 八种不退转向 他可以用一种推力 那么这个修道菩萨 他是不退转菩萨 因为他具有八种不退转向 那么八种不退转向 是不是每一个菩萨 都只有一个不退转向来说明 还是所有的这些 这里的八种不退转向也好 嘉行道的二十种 或者监道的十六种 全部需要 还是一个就可以 但是我们隐藏的高僧大德们的说法都有点不同 但大多数认为 只有一个都可以具足 比如说一个声闻 他具有 远离八无侠的这种特象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声闻 具足了不退转向 或者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就远离了八无侠 具有八种闲向的 这样的人是不是他具有不退转向呢 那么我们这里给他回答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这种八无侠的特征 但是他这里不退转菩萨 他自己特有的 远离八无侠的这种向 完全是可以的 比如说 光是说 那个地方有宝珠 因为它那里有光的话 这个光 与宝珠有关的光如果存在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光来说明 这里有宝珠就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是以宝珠 特殊的光来说明的话 那这里不一定能说明 不一定能哪里宝珠存在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这个是具有不退转向 因为我们随便具一个 比如说八种甚深当中 三桥方便甚深 我们说某某人 刚才醒来的一个光头巨师 就是说他是不退转的菩萨 因为他具有三桥方便 不退转向的缘故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析 那种三桥方便是 不退转菩萨特有的三桥方便 还是凡夫人具有的三桥方便 如果凡夫人具有的三桥方便 我们说是不一定 因为世间当中可能有一些三桥方便 或者承认积累资粮 但生意当中不存在 但是我们相续当中存在的这个 并不是很甚深的 比较简单的 所以他并不是 不退转菩萨特有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退离文法 大家应该要记住吧 有时候我们发想 发想在退离的时候 在阴命当中对这个愚智法 他特有的不退转向 那就我们承认了 如果他真的是具有 修道菩萨特有的不退转向 或者说是三桥方便的话 我们就可以承许 我们说承许 这个广土菩萨是不退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退转 特有三桥方便的行为之果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如果不是他特有的话 那我们就说不一定 很多人都有三桥方便 因此其他的这三种 大概是我看前面二十种 十六种 还有八种 这么多的不退转向 很多大德认为 其中一个都应该能说明 他具有的不退转向 这样有了不退转向 能说明 能推出来这个菩萨是不退转者 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转方法 希望大家应该这样记住 下面讲到什么说 别说 殊胜经理的加行分散是能以发生之因 有极平等之加行 所以报生之因是清净刹土加行 还有事业化生之因 三桥方便加行 讲三个加行 其中我们第一个是讲的 平等加行相正等加行当中的应该是第九个吧 能力平等加行 我们原来有这样的 它有一个真实和签证 有两个方面的 首先是真实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颂词当中 诸法同盟国 不分别有极 那么这里修清净三地的时候 实际上是获得了自在 修行得以圆满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 中观宝满论当中还是哪里说的 法生若略是有慧之所生 是中观宝满论巴 宝满论巴 ok 法生实际上是用智慧资粮而产生的 而宝生是用福德资粮而产生的 有这样讲的 这样实际上 法生的因是什么呢 无分别 也就是无分别 轮回和涅槃无有分别 上和下无有分别 也就是说 干净和不干净无有分别 是这样的一种法 因为世俗当中一切万法 都是如梦如幻 而在生意当中 这些都是没有分别的 因此我们要到达 这种能力平等的境界的时候 诸法真正如梦如幻 然后这个时候 轮回和涅槃也是没有分别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平时可能会经常说 啊 这也是如梦如幻的 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而已 实际上真正可能在修行当中 有一定的差别 真正观察的时候跟梦幻也是没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我们梦中所追求的事情 当你醒来的时候一无所有的 让我们今天人生当中 所追求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特别特别去执著 当我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的本体跟梦中的法 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心觉当中发给梦中的事 有差别的时候 肯定有它的一些特殊的形象 或者本质可以现前的 但是也是没有的 我们经常 心和梦之间的辩论 心和梦之间对比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修行人 世间当中的话 包括现在像美国 很多拍的一些电影 他们也是经常用梦和现实 没办法分别的 一层一层地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们也有很多很多梦的剖析 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在梦中说话 还是在现实当中说话 到底在现实当中成功事业 还是在梦中成功 这种关系的话 实际上很多人看了一部电影以后 他们也感觉到好像我到底在做梦 还是在真实当中 世间的一个这样幻化的一层 也让我们进入梦境 那更何况说 我们现在通过密法和现法的一些 真正如梦如幻的道理来进行修行的时候 也会有所认识 其实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对梦幻的修行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执着的时候 平时我们经常说如梦如幻 但真正生活当中 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梦幻就没有了 开始特别特别 本来是梦中的东西 和现实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现实的东西掉了 开始眼泪流下来了 特别着急 家人病了 或者这个时候看到 哦 平时说的一切都是如梦 尤其是我们在生活比较快乐 自己没有遇到什么违缘的时候 很多人说 一切都是如梦如画 一切都是空性的 到了真正特别可怕的一些现前 或者对方开始侮辱你的人格的时候 梦中开始哭起来了 梦中的眼泪 这个后面还有辩论的 进行简单讲到这里吧 其实这个应该多讲一下 但是讲到这里就可以 准备说得了 起类 haben 魦中的又谦着是说当中的 因素的这样并green déb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